大家国庆快乐 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十年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由一位楼主讲述的真实故事 她和朋友二人在大学教学楼内 偶遇了一个困在1979年的女性林慧 并且看见了这张不该存在的照片 请原谅我先把这张诡异的照片放出来 让大家看一眼 林慧到底是谁 朋友看到的林慧究竟是鬼 还是1979年的当事人 误入了平行时空 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梦里 后来又发生了一系列怪异的事情 背后还可能存在着一个极为可怕的阴谋 我是邓肯 他是岳语 请大家听我为你讲完这个故事 整个故事自始至终 楼主都没有透露事情发生在哪所大学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图片 是后来网友们根据线索 考证出来的事发地点 这起事件应该就发生在图中这些位置中 楼主说这是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经历 2010年楼主的朋友C就读于这所大学 C所在的建筑系教学楼不在学校里 而是在外面的一栋俄式老楼里 这座老楼道很窄光线昏暗 刚入学的新生经常在这里迷路 无故找不到教室 这栋教学楼是整夜开放 201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11点 C在班里画建筑画画到很晚 当时整栋楼基本已经没人了 眼睛很累 C从三楼教室走到四楼楼道那里去 那里有一个自己常坐的小座位 是一个隐蔽的角落没有光线 可C远远的看见那个角落里坐着一个人 无奈他转头往回走 此刻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C听见角落里传来了清脆的翻书声 此时C心里咯噔一下 那个角落是死角 从来没有灯能照到那里 此刻也是昏暗一片 那个人怎么可能在看书 C远远的观察了一会儿 那个人确实在看书 每隔几十秒就会传来一页翻页声 随后C回到了教室 他回忆起刚刚角落那个人 应该是个女人 只不过他穿的衣服很奇怪 白衬衣外面灰色西服外套 衣服非常像咱们爸妈年轻时那种老土的西装 而且正值夏季 谁会穿这么厚 C总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 隐隐的感觉 这个女人不像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第二天白天上课时 C路过这里 看到角落里一些正常 没有人 当晚C又去教学楼里自习 上楼之后 C发现那个女人 又坐在那个昏暗的角落里 背对着自己 又是在看书 想了一会儿 C决定上前去看看这个人在干嘛 就在此时 C听见旁边的电梯启动的声音 不对啊 那是一座早已被铁锈和涂料 封死的坏电梯 怎么可能突然启动 此时他望向黑漆漆的电梯门 果然他停在了这一层 C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像是做梦一样 恍惚间他又发现 角落里那个女人不见了 C此刻害怕到了极点 他怕那个电梯门真的打开 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 可过了一会儿 电梯声音就消失了 整栋楼又一次死记沉沉的 惊魂未定的C赶快跑回寝室 后来C告诉楼主 他当晚就做个梦了 梦见那个电梯门打开了 里面站着那个女人的背影 身穿灰色老式西装 手里拿着一本书 梦里C努力想看清这个女人的脸 可怎么看也看不清 C说梦里的电梯不是现在的样子 电梯很新 里面有几何图案的地面 门是乳白色的 电梯里还有其他人 都是穿着卡其色的灰色服装 非常像电视剧里70年代的人 而且电梯前面的走廊是有灯的 和现实中那个昏暗的走廊 废弃的电梯截然不同 醒来后C就在想 从一开始自己就觉得这个女人 不像现在的人 好像是来自70年代 他如果能看到他手里那本书 是什么就好了 虽然很害怕 但是好奇心 驱使着C想要一探究竟 在第三天晚上 C在9点10分来到教学楼 直接坐在了那个角落的椅子里 等待那个女人的出现 可9点10点11点 一直到午夜12点 都没有任何人出现 一晚上无功而返 C想会不会是自己占了位置 所以那人没来 于是第四天晚上 他搬了一把椅子 坐在旁边观察这个角落 可是还没见到那个女人 后来的一段日子 C就再没看到过那个女人 一转眼暑假已过 开学已经是秋天了 C近来在忙着数学竞赛 没有想这个女人的事 结果不久后的一天 在一个下雨的晚上 C在宿舍楼水房里 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这里楼主解释了一下 教学楼是公字形的 从宿舍楼水房这里 正好可以看见对面的教学楼 此时 C在水房里 远远地望着教学楼四楼那里 他竟然发现 那个昏暗的角落灯亮着 对 没错 正是上学期 那个女人频频出现的角落 C冒雨把窗子打开 探头去看 竟然发现 那栋废弃的电梯前 亮着灯 那股废弃的电梯 居然和梦里一样启动了 紧接着C看到窗户面前坐着一个 对 就是那个灰色西装外套的女人 她正在看书 更可怕的是 C远远地望去 那里不是白天正常的样子 而是和自己梦里一样 C此刻头皮发麻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此刻看到的场景和梦里一样 都不是现在的学校 而像是三十多年前的场景 随后 C看到那个女人按了电梯按钮 居然进了电梯 消失不见了 此刻C什么恐惧都顾不上了 冒雨 拼命往教学楼跑 可跑到楼前 看门大爷却说 今晚大雨清楼了 不让进 于是C只能又淋着雨回到宿舍 他又一次来到水房 果然这次远远一望 那里面一片漆黑 什么都没有 刚刚看到的一切 难道都是幻觉 不 那一切太过真实 第二天上课 C来到四楼那里 发现一切如常 电梯是废弃的 角落也是昏暗的 难道昨晚看到的都是假的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C再没发生过奇怪的事情 但在他的心里 一直隐隐地觉得 他梦到的和看到的一幕 都是三十年前这座学校里的真实场景 会不会平行时空 在他身上恰巧发生了几次错乱 他试图找到学校改造前的平面图 找了很多学长和导师 看到了建筑图 可图里面都是一些平面的改造 看不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C又试图想去找 三十年前学校里的老照片 C很想知道 三十年前的角落和电梯这里 是不是和自己那晚目击到的一样 如果一样 那证明他看到的确实是过去的场景 可惜也没有找到有用的老照片 随后楼主听了C的遭遇之后 非常感兴趣 跑到C的学校和他一起找线索 这晚在教学楼里 C在写材料 楼主问了一下路线 就跑出来上厕所 那天楼道里风很大 楼主一进厕所 咚 等一下门就关死了 楼主很害怕 毕竟自己是来陪C寻找怪异遭遇的 好在没有出现什么异常 可走出厕所之后 楼主突然懵了 他觉得现在的场景和自己进来 是怎么不一样 怎么也找不到C的教室了 难道遇到了鬼打墙 此时楼主发现手机信号也很弱 没想到抬起头 他发现自己正好走到了 C所说的那个电梯和角落前 此时楼主想起C那天看到的场景 那天女人把书放在了窗台上 然后走进电梯消失 那会不会是女人想告诉C什么 会不会她会在窗台下面 故意留下什么东西 于是楼主鬼使神差的决定 在窗台下面摸一摸 楼主在暖气里摸来摸去 摸到几张没用的曹高纸 又摸了一会儿 他竟然摸到了一张发黄的借书卡 此时手机想的是C打来的 问楼主你跑哪儿去了 楼主说自己在角落这里 快过来有发现 很快C来了 这张借书卡非常有年头 一看就是几十年前那种手写的 上面有编号 借书人 借书时间 还书时间等信息 第一行的内容 刚笔字已经晕开 看不清了 第二行呢 名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但后面写着 借书时间1979年2月26日 还书时间1979年3月14日 而第三行最为清晰 用铅笔写着 林慧借书时间 1981年4月22日 还书时间是空白 这林慧究竟是谁 她会不会就是C目击到的 那个七十年代的女人 这张借书卡 是不是她在窗前掉下去的 如果是她 那么生活在1979年的林慧 怎么可能出现在 现在的世界里 怎么会出现在 C的2010年的世界里呢 她究竟是穿越回来的人 还是幽名厉鬼 请看下集 好 点赞超过1万24小时内 迅速更新下集 谢谢大家 我得去干活去了 祝大家假期的第一天 玩的顺利 玩的开心